贡劳区基睦岭是山丘地形 早期鲜明都是开辟水梯田 但因无法机械化 人口外流也就荒废了 而如今 丰珠中学协助学校旁的地主 跟坐地六年 因为遇上直面东北角的烟花台风 这次破例尝试 机械马达的托古基 将机器拖拉至一层层的水梯田中央 既惊险也是有趣的初体验 今年是我们跟丰珠中学 配合插秧的第六年 那因为烟花台风来临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来做抢收 那我们水梯田的富裕 我们这边一向都是用手工来耕作 那因为今年要抢收 所以要注重效率 我们也采用自动化的设备来抢收 跟农夫借了一台马达的托古基 那效率也增进很多 那同学也都很认真的收割 所以我们在风雨来之前 就已经把稻谷都采收起来了 那其实今年很特别 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从五月学生就没有放假了 那他们没有放假 跟其他学校不一样 而是其实学生都还在学校上课 那其实我们安排了很多的校内很丰富的课程 可是因为风珠米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本的特色课程 是在今年的七月一定要进行的收割的动作 那我们今天也从五月之后第一次带学生去学校外面 他们戴着口罩 然后在这样凉爽的天气之下进行割道的动作 那其实有一些同学都是第一次 我看到他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是很疗愈的 他们本来以为会很热 会很累 会不想要做 可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也有跟我讲说 他觉得这就是边玩边学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风珠中学自春根插央时的九位学生 转变成21日时有13位一同夏田抢收 除了割道 还要小心翼翼的踩到头 大家传递着稻碎做脱骨 然后再进行筛骨 原本脱骨机需要一边作业一边用脚踩掌控速度 现在更省力一些 而新报道的学生会适应务农生活 虽有不小心受伤 但还是努力完成了工作 在学姐眼中 大家合作起来相当有效率 我们这次收得到是水梯田 就是没有用机器这样收 要用刀收 所以很容易会划伤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因为田里面都会有一些大蜘蛛 蝌蚪 青蛙 还有扇鱼 然后一些奇奇怪怪的虫 有些女生就可能会怕怕的 就不要怕 踩下去他们不会咬你 我觉得这一梯次的新生 比之前的新生就是还要更加投入的工作 然后也很积极的参与说 就是可能帮忙之类的 就是有空就去帮忙 有空位就去就是用一下这样子 在疫情期间 虽然说我们还在上课 有了这个水梯田 就是让我们可以出了校园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踏踏青 然后活动一下筋骨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大家采收完成 便捉起水中的扇鱼田螺观察 两个月来待在学校防疫的他们 难得有这个微解风的机会 亲近土地 今年台风前夕天气凉爽 不过晒骨又是另一番苦恼 期望灾情降至最低 让这次丰收的400斤米能有完好的保存 记者上奥文贡良采访报道